so 在这边很多人他就会想 不是最近他才往下跌 才转去这个下跌趋势吗 为什么现在又是一个就是到底又转完了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搞不懂 不是我前两个礼拜才cut loss 或者我前几天才cut loss 或者前天五天前我才cut loss 现在转完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心理上面的问题就是在这边 其实之前就有讲到就是一件事情 主要的这个是他的趋势 这个是他的trend 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趋势 在趋势里面呢 当然呢 他可能有时候呢 会有一些 就是最低的位置 最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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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不过呢 如果他转太多的话 就是已经中期呢 他不是一个up trend了 所以呢在一个股票呢 他暴跌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要抓底的话 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不可能用这个 position trade的这个 这个system 抓底的话呢 都是用这个bottom master bottom master bottom master 来抓底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如果呢现在你要抓底的话 假设你去KLSE 你要找 Malaysia的股票 到底有哪一些股票呢 是有这个bottom signal的 今天有转弯这样子的股票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 哇有这个什么 UNISAM啊 OK这个呢 他到了一个底部 你看到 Andrew啊 OK Andrew呢他到了一个 底部 OK 就想哇 这个是之前的一个bottom signal 现在呢 是一个bottom signal 所以呢你会看到 哇这个 Hexstar Hexstar也是 Hexstar也是到了一个底部 如果你是喜欢抓这个底 抓这个底 抓这个底 抓这个底的话 现在呢 是到了一个bottom的位置 一个support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一定会起 OK是不是一定会起 有些人会问这种问题 对不对 哇是不是一定会起 会不会爆起 当然是不会啊 OK当然是不可能 没有东西呢是一定的 会不会起呢是谁决定 庄家决定 OK 庄家决定会不会起 这个市场决定会不会起 这个 政府决定这个market会不会起 所以呢如果 如果market起的话 OK这些呢就是我们的 strategies 我们的一些策略 所以呢 这个策略呢 是到底呢 谁适合 去做这个策略 其实 OK 这个呢 现在这个情况呢 如果呢你是那种 已经被套着 很多的人 OK 就算你的风险管理啊真的是 不懂在做什么的话 就讲全部股票都被套着的话 这样子呢就不要呢去 抓底 OK 因为呢你已经被套着了 你再去抓底的话 你越套越多 如果呢 你是 之前 你有 cut loss了 OK 你这些不好的你cut掉 如果你是之前有cut loss的朋友 你 你会 管理你的风险 你知道 你的risk budget是多少 你知道 一个股票呢 你的风险是多少 之前呢 股票大跌 你是遇到你的cut loss 所以呢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 现在呢 你呢 还有机会 就讲你还可以呢 就是 再次的去execute OK 再次的去做这个 股票跟着这些 什么策略啊 去 进场 so在这边呢 OK 通常 这个bottom 就是讲 这个股票的 最低的一个位置 这个bottom 是一个 就是 比较 早的 比较早的一个形 所以比较早的一个signal呢 OK 就是说 如果 你可以的话 你就抓 你不可以的话呢 其实要比较confirm的 就是呢 等到呢 他 转弯 等到他转弯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confirm的一个 一个时候 就讲 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 其实你告诉我 Market是不是还在调整 答案是 Market是还在调整 因为 转一天 一天转上去 不是代表 已经转好了 不是这样子 so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 overall 还是在一个调整 只不过呢 现在是比较早 OK 比较早 你想 try的话 就如果呢 你之前没有伤得太深 你现在去try 来进场的话 进回小小的话 其实是没有问题 如果呢 你已经是 心灵 受创了 你已经是 新税了的话 哇 那个Market掉的时候 已经把你的钱啊 把你的心啊 全部已经挖走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休息一下 会比较好 OK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是呢 可能这个Market 还会就是 上啊 下啊 上啊 下啊 OK 这样子一段 然后呢 它才涨 so 重点就是在那个 风险的管理啊 OK风险的管理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呢 你买的不是太多 然后呢 现在呢 你也不是因为想要报仇 才去 随便去抓一个rebound 这样子 OK 所以有些人他是这样子 一cut了 然后他就马上要去 去找另外一个 so basically呢 在这边呢 如果呢 你是 你已经是 就是 emotional unstable的时候呢 就讲 你的那个 资金啊 已经好像 跌了很多 然后呢 你已经没有信心了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觉得 休息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休息了一段时间 因为Market永远都在 所以你可能休息到6月 OK 6月头 6月头的时候呢 Market 比较confirm的时候 你再进回那些 比较strong的股票啊 或者你比较喜欢的股票 那个呢 就会是比较 正常的一个 情况 OK 所以现在 这些股票 你看到 他们是有 这个bottom signal 所以这个bottom signal呢 最近的话 你会发现到呢 这些股票 都是呢 之前 我们比较 看好的一些股票 例如 Andrew 例如 TSHR OK 所以之前呢 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些股票 现在呢 出现了一些bottom signal OK 所以呢 你就要看一下 哦 这个signal到底 会不会 害死你 会不会害死你 你这样子看哦 会不会害死你 会不会害死你 好像不会勒 好像 每一次到了这个 最低点 他都反弹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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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点 他最低点 没有反弹 不过等等等等 等到一下 哦 有 OK 所以这个最低点的话 OK 如果呢 你的cut loss OK 你是放在这边 这样子呢 其实是 based on 他的 previous historical的这个 statistic 他呢 其实 好像真的是到了一个support的地方 OK 所以当然呢 这些股票 不是每一个都是 会转弯 所以如果真的 这个股票呢 是烂股啦 如果这个科技板块 真的是不好 OK 他们还是有可能的 会继续的往下跌 所以呢 这个bottom OK 抓底的话 其实呢 是一个 5050的一个东西 不过呢 多数的人 都是 比较 适合 就是讲 低的时候呢 他们比较喜欢 近 so 有没有错 没有错 还没有错 这个是正常的一件事情 so 就选那些 比较up trend的 所以呢 你看 如果是前几天 你开了这个bottom signal 你看一下这些股票 Tasko啊 他有一个bottom signal 这个是 星期五的bottom signal OK 然后呢 你有看到 这个什么haptic啊 OK 他也是星期五晚上 星期五闭市过后 也是出现了一个bottom signal OK UWC啊 也是星期五出现了一个bottom signal 然后呢 今天倒回这个 Hexter 跟Atta Ams 所以呢 OK 明天后天 还是怎么样 我们就要看 这些股票呢 他们有没有 继续的 往上涨 所以如果呢 有继续的往上涨的话 是好事 OK 有继续的往上涨是好事 so怎么样讲呢 还是一样 就是 站在那个 最强的板块 站在那个 转弯的 会起的 在这边 不需要买太多 我不要 tread太大 OK 因为呢 可能这个 整个market呢 还是在一个就是 sideway的 这样子的情况 不一定就是 马上就 vshade recovery 不一定是这样子 当然 希望就是 今天呢 大家有 学的东西 对不对 OK so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